銀色小船 搖搖 環環 哇 這丟得滑唱的你不知道 這張學友吧 對嘛 張海瑤嘛 看齁 不是這樣嗎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局的老實推車 好久沒推了 最近要多推一點好不好 好 這一台是2016年的 SMART 加樂福 4 4 夜郎 它名字取得簡潔有力 就是跟你講 四個人 這個之前喔 在藝能那邊 有出現過 但是呢 一直沒有機會找他拍 自從我們跟藝能拍完以後 他現在已經沒空理我 因為生意太好了 所以我們只好自己拍 那今天來到現場這一台 里程數只有 一萬兩千多公里 那當時這個新車有三個等級 71萬 76萬 83萬 最陽春的就是叫做 Pure 乾淨的 頂級的叫PASSION 熱情的 所以呢 買純淨的 就沒有熱情了 就沒有熱情了 我們現場這一台是71萬 它當時是999cc 沒有渦輪的版本 如果是76萬以上 都是有渦輪的版本 當初它的引擎 跟火柱 是一樣的 自然進氣的版本 不過呢 不管你選擇哪一個等級 它的稅金都是在1200cc以內的 也就是一年的牌照稅 加燃料費 只要8640元 所以喔 原本在這種 叫做微型車種 在台灣算微型車種 1.0左右的這個CC數喔 1200cc以內的選擇性呢 就比較少 等一下我們帶大家去看一下 這一台車有什麼特別之處 為什麼 小師要特別的介紹這一台車 走 我們去看一下 首先你看喔 這個之前在藝人那邊有講過的 它的已經蓋子最好偷的 直接拉就好了 對 換同學不要模仿 這兩個把它翻到底之後 它就會自動脆出來 然後掀開之後 它這邊有兩個螺絲 有鎖住一個 鬆緊帶 有沒有 這邊有鬆緊帶有兩個 所以你就可以看 是要把 把這個螺絲拿掉 或者是就讓它這樣垂著 那你這樣垂著之後 你可以就做一些 基本的檢查 雨刷水 煞車油 跟這個水箱水 電瓶 都在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現場 這台是銀骨的 所以你看它裡面的這個 機構都是銀色的 有沒有 Smart的車你要分辨它的骨架 顏色 你就看這個 A柱 在外面就是 對 A柱 這就叫銀骨 哇塞米黃 等同 M3芥末色 我一直覺得 其實 車子越小台 我們常常會跟大家分享 開直播有沒有 跟大家講說 喔啊 你要買白色耶 要買黑色耶 以後賣才會好駕 對不對 我跟你講 這一個規則 在小車上面 基本上 影響沒那麼大 我自己個人覺得 這個 東西越小 顏色就要越亮 才會可愛 然後這個蓋回去 比較 麻煩喔 它要順著這個軌道進去 然後 壓進去 哇 它這個就會縮回去了 我覺得它的車頭設計喔 其實塑料感蠻重的啦 蜂巢式的水箱罩 跟下面的這個 進氣孔 我覺得這個車頭 最成功的就是這個 這大燈角度做的真是漂亮 而且已經很類似新世代的 賓式的A Class B Class 那種頭燈的感覺 可是它的燈都是用乳素的大燈 只有下面這個 有四顆LED的日行燈 不過你可以看喔 它們這個很可愛 它這個很像福斯喔 它裡面的這個大燈罩 也是佳樂福的標誌 好接下來我們再過來看喔 我們這台 因為是最洋圈的71萬 其實以這種微型小車來講 71萬真的就算蠻貴的 然後 因為是陽春的 所以它的 後照鏡沒有 沒有炒氣 所以是素材色的 素材色的 好處就是 好照顧 不怕壯 但是壞處就是 你一旦插到 你就會看到 傷痕白白的 久了會老化 會發白 所以這個就要做這個 保養 行座保養 那它很有趣喔 因為它是後輪驅動的車子 它的引擎在後面 我們剛剛在前面沒有看到引擎 對不對 所以呢 它的輪胎是前後配的 前面的輪胎呢 是165 後面的輪胎是185 比較快 然後6015 便秘幣比較薄 我跟你講喔 以前啊 小時候有沒有 開國產車 沒錢嘛 好不容易存錢 買那台國產車 好棒喔 被改車去 你看到人家那種 含著金棒子出身的 那種一出身 人家開雙幣 人家再改裝討論說 喔 我跟你講好煩喔 嘖 我那個輪胎啊 前後配啦 齁 上面這一隻幾幾幾幾 我們聽了就 喔 好像不一樣的世界 你知道嗎 好 我的輪胎都在問說 欸 那南港的什麼型號最便宜 啊你有沒有 哪裡換輪胎比較便宜 有沒有認識 哪一個是又便宜又好用的 人家沒有 人家在討論說 喔 輪子太小 要換18吋 18吋不夠看 可能要到19吋20吋 好不好 不一樣的世界 窮人的浪漫 跟有錢人的浪漫不太一樣 所以呢 你看我們一台這麼小的車 我們就可以用前後配這種 聽起來很高端的術語 對不對 我們前面跟後面扁平比不一樣 不過呢 我覺得它這樣做有個好處喔 第一個 因為它後面是這個 後輪驅動 而且它是 引擎在後面 所以它承載的重量是在後面 所以它後面呢 要加大摩殺係數把 把這個輪胎做寬一點 那前面做稍微比較薄的 我覺得 是為了讓轉向各領多 好 你前面做大其實有時候 你在轉彎上面 雖然抓地力變強 可是會沒那麼靈活 好 我們開門看一下 那歐洲車我覺得 最特別的是 你看 我幹 快超過90度 有沒有 快超過90度 基本上 還可以再搬一下 它如果是頂級的車款 這一個圈圈 就是有淘氣同色 跟前面的中控 就會呼應 有沒有 這一圈 它都是以圓形 作為圓束 下去設計 這一圈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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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啊 它中控台上面會有這個 銅色的布啊 絨布 做一個包袱 那我們這個陽春的 什麼都沒有 都收到的 好我們先從後面看 等一下再進去那一趟 好前面現在是我開車的位置 我現在上去 它這個當初有五個安全頂啊 哦呦 哦呦 它這椅子坐超直的 你看 那邊不能跳 不能跳 對 然後它這個設計啊 你看這邊有個骨架 有沒有看到 這有點類似Feed的座椅設計 我覺得啊 這個車是這樣啊 看你怎麼想啊 原本 原本 SMART最不方便 就是只有兩個位置 那你單身貴族 或者是說 頂客族 夫妻倆沒生小孩 偶偶像我養一隻小狗 有時候 要從後面拿東西 或抱小狗就很不方便 所以呢 多了兩個門 算是賺到 你就把它當作佛兔的升級版 你不要想說它可以再四個門 我覺得 不太舒服 它後面沒有電動窗喔 你看 它後面是像 我們之前介紹過一些 車館型的蝴蝶窗 有沒有 那你看一下 蝴蝶窗 帥 可是蝴蝶窗啊 你看我剛剛拐起來 就要慌到不行 有點可怕 而且它玻璃其實很薄 你看 哇 我比較薄 其實蠻可怕的 就不想想一下就破掉了 我跟你講啦 這一片媽的破掉 沒有一萬也要你兩萬 是不是 這麼貴 我覺得 我覺得啦 我是可以晃過啦 那它當初喔 來我跟大家講一下 它的車長是3米5左右 樓距是2米5左右 那如果是4.2的話是2米7 所以這樣差幾公分 80公分 車重 我覺得重點是車重 它應該可以算是這個 目前 這個微型車重裡面 車重算是蠻輕的 你如果4.2的話是930幾公斤 這個大概1千0公斤 這樣 那它車為什麼那麼輕齁 其實大家都知道 以前 Smart有很多地方都是塑料件 都是塑料件 都是塑料件對不對 所以你看像這一台 剛剛它的車頭 引擎蓋 鐵子板 都是塑膠的 Smart 那這是 Alumi 貼的 這也是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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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是塑膠的 所以它只有車頂 跟主結構 車室這個部分是 鐵的 那剩下這個都是塑料件 那它這個 4.2喔 蓋子是可以 對開的 玻璃拉開 它撥破的話 藏在這裡 好 沒什麼好看的 哈哈 就很小啊 唉唷啦 它引擎在這裡啦 翻開 有沒有 它這個就是 隔熱隔音用的 不過我覺得 沒什麼好用喔 它這個轉開裡面 就是我們的引擎子 所以你看 它的一些車輛排氣資訊 我們說的引擎蓋的貼紙有沒有 都在這裡 不在前面的引擎蓋 來看一下 有什麼好看 哈哈哈哈 你看這個 媽的好像我的那媽電腦的 CPU的電動扇 哈哈哈哈 不過這台車也不會有漏油情形 這樣看起來也沒有 你看很自然的灰塵 然後 因為它 它是那個 三缸引擎 而且它里程只有跑一萬多公里而已 所以目前整體的狀況都乾巴巴 而且我們沒有去做清潔 而且它這個散熱 其實以前的Smart 車子沒開的時候冷氣不會冷 現在的Smart都改進很多了 然後它這裡也有一個 類 平保堅尼 類法拉利的 空氣力學 套件 精氣管 散熱管 然後就從那邊散熱 它那是真的嗎 真的啦 那個直接通到椅子裡面 帶走它的熱氣 好不好 那它有一個蠻特別的 我覺得這邊 其實我覺得它屁股尾燈 做得也蠻漂亮的 這樣 很有質感 不過這個大小 這個方形的 有點像某一代的POLO 然後 看它的 小排氣管 有沒有 小小一根 很像那個小狗雞雞 有沒有 小小 欸你不要看喔 欸有的小狗 體型很小 我看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馬來摩 最近網路上的影片 第五隻腳 媽我找給你 你就把它 耳繩上去 對它放在上面 我真的沒看過 我看第五隻腳馬來摩 欸 這個跟我是有血緣關係 你知道我懷疑 媽我前一次是金星人 然後是馬來摩 轉的 它不同物種基因改變 DNA改變 慢慢進化而成的 變成現在的我 好啦 那我們就出去試車了 好走 欸裡面還沒看 對內裝還沒看 好我們去裡面看走 它這個 有一個很 我覺得設計的很不好的 它這個好像可以選配成螢幕 可是它現在這個 附一個原廠的這個手機架 這手機架我研究了很久 超 很奇怪啊 然後它會這個手機架 會擋住你這個 後面的小鈕按鈕 看不到啊 這個是原廠來就有了 可是它好像可以拆 這邊好像可以轉 它這還可以充電 這裡可以充電 這裡可以充電 哪裡可以充電 這邊有一個插孔 USB孔 它這連結的啊 你可以用AUX 有沒有 這個AUX 你看喔 它這個現在最開了 放不下 放不下 大的放不下 然後我有發現 紙的可以 我都可以放紙 欸媽 最多就這樣喔 它不行啊 反正這我覺得有點鳥 這一看就是原廠的套件 然後它有一個我覺得還不錯的 就是我喜歡這個 它這是很特別 藍色的嘛 18度 有沒有 它有放大鏡喔 超可愛 對阿 這超可愛 我最喜歡的是這個 有沒有 19度 它這有放大鏡 室內循環 而且它這很認真 它室內循環是畫一台Smartin的標誌 然後我覺得 好啦這個我也是要講 它這個鋼琴烤器 其實做的我覺得還蠻有質感 人家都說 欸小四你怎麼好像進口車都比較會說好話 可是其實不是喔 我覺得大部分的國產車或是小車 它們設計出來很多都是經濟取向 所以真的那個內裝阿 設計感 毫無設計感 可是喔 不得不說有一些 國外的車或是法國阿 法系的 歐系的阿 比較有設計感 你看 像我就很喜歡這種圓的 而且人家設計的細節 你看這邊那種寫實嗎 欸這個是你看不到的地方欸 它這個旋轉 然後幾乎是那個 這個穿360度嗎 應該是吧 所以我覺得喔 真的人家的設計感是 讓你覺得是稍微比較 用心一點 比較有東西講 我講一些 小四你要不要講阿提嘛 小四你要不要講阿提斯 其實喔 你去坐計程車你搞不好都看得到 對不對 你坐在裡面然後觀察一下 欸司機大哥你做空台 我看一下有沒有 類似這樣 基本上你都有機會看到 那這種車我覺得 大家比較沒有機會看到 而且你看喔 它這裡 設計這個漂浮的面板以外 這裡還凹進去做一個圓弧形 雖然很浪費空間 我不知道這要幹嘛 所以我覺得 整個設計上面阿 我覺得讓大家看起來 有很多巧思的地方 那它這邊有顯示你的 安全氣囊的 目前的一些狀態 齁 齁 啊這個是什麼 齁 他說安全帶沒有扣 欸這前檔 這是後面 那他說後面沒扣嗎 那還有一個我覺得 可以特別講一下 我們現在看到它的螢幕阿 它的螢幕是沒有轉速表的 我記得當初轉速表是選配的 所以你只看得到 時速表一圈 然後它中間這個螢幕 是不是液晶顯示對不對 可是你如果那頂級的 就是彩色的螢幕 而且我覺得有一個非常值得 這個推崇的 它是 繁體中文 那它這邊 一樣有這個省油模式 跟Sport模式 這個E跟S就很像 符合賓士的系統 其實賓士也是用E跟S 還有M 三種選擇來選 那當初它是六速的 雙離合器的手自排 等一下出去 帶大家出去試車 看這個開起來 是不是好開的 然後這 幹沒有蓋子齁 就只要一個洞啦 這邊就一個洞穴 欸我靠好深喔 然後你看喔 就跟我講的一樣齁 像這種外國人 他真的 可以給你放飲料的地方 放置物的空間真的很少 一樣就是這邊兩個小小的洞 我講了 我們盒裝飲料怎麼 基本上是不要想可以放了 喔對它的那個雙黃燈跟 雙控組合的 還不錯 還不錯啦 因為它其實距離不遠 你看我這樣 稍微往前傾一點 不過還按得到 好出發 其實我已經試開過 它這個喔 雙離合器 我覺得現在那麼多車廠 在用雙離合器 我說雙離合器的起步 沒有一台我開得很喜歡 我還是不得不再diss一下 我那台21爬 也一樣 它就是這種乳型 有沒有 現在我暫停對不對 我現在停了對不對 我現在起步 過兩秒動 過一秒啦 它動力才來 然後現在在這種一二檔的時候 就很像前後晃的船 你知道嗎 它也不是那種 所謂的人家那種頓挫感 不是 它就輕輕的這樣搖你一下 搖你一下 其實有時候這種輕輕的搖你一下 搖你一下 反而是煩的 因為會暈船都是這樣 就像小船一樣 這樣搖搖晃晃的 反而不舒服 很煩 所以像這種在 這種雙離合器 我如果有一天開到一台雙離合器 變速箱 我覺得舒服的 我一定跟大家分享 我目前真的還沒有遇到 不過 以它自己本身 smart來講 雙離合器 已經算一個進步了 它以前單離合器更慘 我講過 思考換檔的時候 會思考一下人生 唉 不要根本酸明說 你要用手自排 你要手自排 沒有 我就是用它自己控制 不要再叫我用手自排 我等一下會用手自排 可是依目前它原本設定的狀況 就是這樣 那它這個也有 Sport的模式可以選 我現在把它按下去 Sport的模式 它會把你的轉速 換檔的時機延後 然後加速度的這個速度 也有稍微明顯的做一個提升 就等於它感覺它的離合器放得比較快 這個有開手排車的人就知道 它的經濟模式跟Sport模式的差異 就是我剛剛講的 第一個 你按到Sport模式 它轉速會幫你Hold住比較高再換檔 第二個 離合器會放得比較快 第三個就是 你會覺得這個要合的力道 加速的力道有明顯的一個提升 然後它這個我覺得有一個 我覺得蠻不好 蠻不喜歡的一個 這個狀況就是 你看喔 我們現在要轉彎 當你速度慢下來 轉彎了之後 你油門踩下去再加速 會遲一秒鐘 會遲一秒鐘 它不是渦輪車 但是它會遲一秒鐘 那一個一秒鐘 彷彿時間凍結 你知道嗎 我第一次開的時候我嚇一跳 喔 走了 遲一秒鐘才走 不過喔 這個第一個開起來的感覺 我本來以為 引擎啊 Smart Ford 2的引擎在後面 真的很大聲 可是Ford 4好像把它弄得遠一點 然後隔音棉比較厚 所以你清楚你的引擎是在後面 但是你不覺得有影響到 你的感覺有這麼大 不過我覺得因為引擎在後面啊 它還不會震 就沒有震 對 要傳到前面來 可能太遠了 所以它反而沒有 我們之前 我試過的SWIFT啊 或是我試過的那個Fiesta 那一種 方向盤覺得 三缸 哇 抖動 有沒有 我覺得它很聰明 你如果覺得你引擎 很抖很吵 就把它放一點 對對對 那種感覺就會好多 好很多 真的會好很多 就是你要知道一台車的操控好不好 當你在直線的時候 那你小幅度的左右的去晃動你的方向盤 這樣 那看你的車子啊 在你這種很小幅度的這種左右晃的時候 你車子會不會晃 好 如果你這樣很小幅度的 它就會晃很厲害的話 就代表這個車的直向性跟操控性很好 因為方向盤很靈敏 你如果像一些國產車 日本車啊 其實你這樣左右晃 車子還是直得開 它中間有空洞 對 它中間會有SOE 也不是說這樣操控感不好 而是這個車出場出來 就不是要跟你講操控的 然後這個車的底盤啊 我以為它彈跳會很大 可是沒有 這個有一點讓我感到很生氣 這車那麼輕怎麼會跳 台灣路那麼爛 而且它這個吸收跟動 它的設計的避震器底盤設計的比較 比較Soft一點 比較柔軟一點 比較家用取向一點 比較家用取向一點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價錢 2016年喔 Smart的4-4 你如果現在正常市面上 車上在收購的價格大約在40萬左右 那賣出來就是40多萬 好 一到兩成的利潤 那你可以去做選購 那我說的當然是這個71萬的這個等級 有些人會覺得說 我如果買渦輪是不是比較有利 渦輪是真的蠻有利的 有利蠻多 因為它這個當初是90 71匹馬力 然後很屌喔 我覺得最屌是它的扭力你知道嗎 阿拉你知道這扭力多少嗎 多少 71匹馬力聽起來就很鳥對不對 嗯 你知道它的扭力多少 9.3公斤米 我們拍片到現在我好像很少拍到10以內 各位數的 各位數的 可是它是省油喔 它在市區一公升喔 號稱可以跑16公里 高速可以開到24公里 平均起來好像是20公里左右 你知道上次208的那個油耗 表定油耗數字也是一公升20 208我是不相信的 我想實在 208我是蠻怪的 可能要試看看 可是這一台車999cc 以它的車重1000公斤 然後以它我現在整個開起來的 變速箱設定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20是有可能的 還有一個重點 我們剛剛一直在講 這種小型的1.08千多塊一年的稅費對不對 而且重點是什麼 它後輪傳動 誒 花小錢就被推著走的感覺了 雖然這個車這麼短 應該甩微甩不行 好 開一下山頭 手指派 三檔 哎唷 加速 爬山 三檔爬山 不錯誒 五六六都上來了 對啊 比我想像有力耶 好 顏色 後輪傳動 後輪 好聽話 煞車也很棒 這很可以 路性 所以我說很多歐洲車 現在很多雙旅程器的歐洲車 你這只要速度起來之後都很棒 可是一二檔的時候真的很鳥 我用手指排起步看看 我們現在二檔 二檔起步不會 二檔起步我忙 剛換三檔就不會 剛就沒有了對不對 嗯 這三檔真的很好看 這台這三檔超順的 誒 他手指排可以二檔起步 他現在跳到一檔 我要試二檔起步 還有七秒 二檔起步 走 有 剛才他跳為一檔了 他不可以二檔起步 誒 用手指排就不會蠕動了 對啊 他這個還有一個 系統 側風穩定系統 這個是只有在F4上面才有 當你受到側風襲擊的時候 他會用輪速差來調整你 防止你大滑 這有點像車身穩定系統 動態穩定系統 好啦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結論好不好 我覺得這個車真的是一個 很有趣很好玩的一個代步小車 如果你想要你是一個小家庭或是單身 那你想要有一台車吸引大家的目光 因為這個車開出去 絕對會比任何你市面上 你買得到同等級的小車 都吸金度都還要來得高 然後省油度 跟這個穗金也非常的省 但是呢 我相信他的保修的零件 一定是會比較貴一點 但是呢 你如果是一些 我覺得像我認識很多這一種 開Smart這種車系的 大部分都是一些女孩子 而且從事一些 類似設計相關的一些行業 他們會很喜歡這樣子 有設計感的一台小車 類似Mini也是 或是一些奧迪的車系 其實也很受一些 設計類別的一些消費者的喜愛 我坦白講 如果我們把Mini跟Smart拿出來比的話 如果站在一個經濟的立場 我可能會選Smart 因為我覺得他的妥善率跟他的保修 還是會比Mini來得容易一些 擔心你的荷包 你可能 我覺得Smart 會是一個還不錯的選擇 好啦 那這一期的老師推車就到這邊 喜歡我們的影片 要記得訂閱留言分享 鼓勵我們做更多 有趣的影片跟大家分享囉 掰掰 掰 CoursePay 好 Kid Pay 7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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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4 5 4 5 4 5 5 5 6 5 D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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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NNA MARRY YOU 你看阿湯 你看這個燈很漂亮 好 你選AUTO 就亮這個燈 有沒有 吹這邊 要亮這個燈 吹這個 要亮這個燈 室內循環 要亮這個燈 要亮整圈嗎 亮整圈喔 但不行啦 不行啦 按個AUTO 全部都不覺得 這個跟這個不能同時存在 這個不要按 開回去 喔 不能 最多就這樣 最滿的燈就這樣 幼稚耶 剛剛這個燈最滿 要靠來啦 所以 我留言終結者的部分 我們今天幫大家證明了 Smart before 這一圈不可能全亮 沒辦法全開 沒辦法全開 好不好 希望這一集的視頻大家會喜歡 我們幫大家驗證的這個留言